What's up guys, welcome back 今天呢我要跟大家讲讲Uniswap 代号UNI和Binance Coin 代号BNB 这两个币呢基本上是在货币兑换方面 基本上是可以说在行业里面龙头老大 第一第二 很厉害很猛 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聊一聊 2021年这两个币的表现会怎么样 这两个币呢的涨幅能是多少 那在影片最后呢我也会给出我个人的意见 我会觉得这两个币在今年2021年 大概会涨到一个什么样的价钱 给出我一个预估 那如果你现在想要入手Uniswap 或者是BNB这两个货币呢 或者是你现在已经有了的话呢 你一定不要错过今天的这期节目 我都不怕不怕说 Let's go 之前呢我在我的影片里面呢 有很多人的小伙伴都留言啊 想让我说一下Uni UniSwap这个货币 那也有很多人呢其实不知道啊 像我几天说过的 比如说Theta 比如说VChain啊很多小伙伴想买 但是不知道如何买 其实你就完全可以用这个我们的Uniswap 或者是用这个币安的这个啊 在他这些大的交易平台上进行购买 那我们先说Uniswap它呢其实是一个可以在上面啊实时兑换货币的这样一个平台啊只要你用的是这个ERC20 token啊就是说ERC20的token呢基本上在上面的话属于这种性质的货币呢在上面都可以啊自由交换那Binance币是干什么用的呢啊Binance币是这个币安他们自己出的一个自己的货币那如果我们用Binance在他的平台上进行交易的时候呢他会给我们一个半价的折扣啊半价的折扣啊 他是用这种方式来吸引其他的人买他的币然后呢对这种短线交易员的话呢经常每天有非常多的这种交易的这种人呢其实是非常好的因为他会有很多的这个折扣在里面啊那就是对你来说的话呢其实就省钱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其实说这两个币呢在所有的货币里面呢其实也是比较火比较流行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现在Binance的这个BNB呢是排在第九位啊然后呢现在的价钱是49.54它在过去24小时上涨13% 在过去7天上涨19%大家可以看到啊UniswaUniswa的话现在呢是20块一毛这样一个价钱它最近涨的比较疯啊我两个星期之前看的话呢还是在差不多10块钱11块左右那在这两个星期呢它就直接翻倍了啊非常涨是非常非常的凶猛它最近24小时呢涨了13%最近7天的话涨了79%啊非常非常猛那他们两个的不同之处是什么呢不同之处的话就是说啊Binance这个BNB这个币呢是一个中心化的货币 它的这个控制权呢全部在这个BNBN这个它这个公司里面啊全是它控制的但是呢这个Uniswap的话呢它是一个去中心化的货币啊所以呢它这个呢是本质Binance跟Uniswap本质的一个区别OK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一点点帮助的话你喜欢今天的内容的话呢麻烦你帮在下面帮我点一个赞 把下面赞点按好吗这样的话呢会非常帮助到我的这个视频然后呢再会分享给大家我在这边谢谢大家啦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这个Uniswap啊Uniswap的话呢它是这样的它会呢一共发行10亿啊1 billion一个币 现在呢这个sirculating supply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可以用的只有29%啊就是这么多币然后呢29% 大家我们再来看一下BinanceBinance的话呢一共它可以supply这么多币啊就是1.7亿啊1.7亿的这个币 然后现在呢已经被呃用了91%啊这两个数据表明什么呢就是说一个基本上已经很多被已经被用了啊就是说已经很多我们现在已经在用了啊91%的币我们在用了 一个呢我们现在只还是在这个只有29%如果按这个数据来看的话我个人认为啊Uniswap的潜力会更大它以后走的路会更长 就是因为它现在呢还有很多币呢还是我们没有在用的啊现在只是出来了这么多币就凭这个币这一点上面的话呢我觉得如果他们两个相比较的话啊我觉得Uniswap的这个潜力会更大一点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Binance呢它毕竟现在推出是前世纪最大的这个交易平台了 它这个交易平台在5年后10年后会不会还是全世界最大的我们不知道所以呢这个也是给它加了很多的不确定性啊 然后呢我们再来看这个啊这个呢就是在Uniswap他们的官网上面看到了啊他们的这个回馈啊回馈啊可以看一下啊粉红色的地方啊Community这个呢指谁呢这个呢就是指你跟我啊现在我们现在持有Uniswap的一些人啊就你跟我啊蓝色呢是他们自己的team啊他们自己的团队 然后剩下的是呢Investor就是投资者还有Advisor啊这个就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了啊这个是10年后的啊Inflation的Allocation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两幅图有什么区别呢红色粉红色的地方加多了啊这个呢就是说我们长期持有的话呢我们的这个回报率会越大啊回报率会越越高 但是你看蓝色的地方减少了就是因为啊这个整个一个team的话呢他们愿意把他们自己的利润让出来分给这些你和我和我们这种啊愿意投资他们的货币的人 这个是他们去中心化的这个跟其他的这种不管是Bandex货币啊OKExchange的货币啊其他交易平台的货币最大的一个不同啊所以呢长期来讲的话呢我个人觉得他没有理由不涨啊 他没有理由在未来的5年10年会一直涨啊长期投资会涨所以呢我个人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值得投资的一个项目 OK大家可以现在再看一下这幅图啊这幅图的话呢可以看一下啊就是关于DeFi的啊DeFi的话呢是这样的现在呢Uniswap他已经跟200个以上的完全不同的这个DeFi project啊DeFi项目所以已经开始合作了 那如果你相信DeFi你喜欢DeFi这些东西的话呢那我觉得Uniswap的话呢肯定是会跟着以后 会跟着DeFi走的如果你觉得以后DeFi的东西它会涨那Uniswap一定也会涨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是最近这90天之内它的一个这个走向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现在哎一开始有一波这个DeFi的这个暴增啊然后呢哎马上掉下来了因为去年这个DeFi真的是很热啊然后呢人就变理性了理性了以后呢它从这里再能迅速的上来那说明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项目和一个值得投资的东西 所以它才会在这么短的时间这样又现在回到之前的这个高点所以如果你喜欢DeFi你相信DeFi的话它一定会是一个不错的项目 OK那我们现在说一说他们俩都有什么弊端什么坏处呢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有它的好处它有坏处啊不可能它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嘛对不对 那首先我们说Uniswap啊Uniswap的话呢因为它是去了中间商赚差价啊它只是它是人和人直接的交易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会形成之间的一个保障如果它的这个操作和这笔交易啊没有通过啊失败的话呢没有很多种种原因啊有可能是技术原因等等其他原因失败的话呢你就会白白损失掉这个gas fee啊这个是它唯一我个人觉得不太好的一点 那我们再说BinanceBinance的话呢因为它是一个公司它是一个机构所以呢它有非常大的强大的主导性这个公司好就好这个公司不好就是不好那第一的话呢就是说Binance呢它在全世界只有某一些国家才是可以用它不是全世界每一个国家都是可以用这一点呢是它的一个弊端啊那如果你在所在的国家呢不支持Binance的话那你就不能用它再用它这个平台进行交易了那第二点的话呢就是说之前也有人爆出来 用Binance这个平台上面有存在差不多90亿的洗钱的行为啊等等之类的但是对吧这个加密货币如果有人洗钱的话你真的是很难去抓啊很多人说啊我可以监管我可以知道是谁跟谁发了钱啊什么的但是真的你只知道哪一个地址给哪一个地址发了钱你根本不知道是谁发了钱所以其实洗钱这个东西呢它真的是很难抓那其实也有些国家反对出来说啊这个加密货币是那洗钱啊等等这些东西其实说实话美金现在是 那就是美元美金现在是全世界洗钱最大的货币好吗而不是加密货币反而是美金OK所以呢这个方法完全是不对的OK车远了啊我们回来再说再说我们接下来想说的啊我个人觉得今年这两个币能达到一个多少价钱那如果这两个币相比的话呢不管是Binance的这个BNB的Coin或者是这个UniCoin我个人觉得啊在不远的将来UniCoin的话呢它会替代或者是甚至超过这个Binance的Coin 它会挤到前十的行列之中啊那这两个相比的话我个人也是比较偏好UniCoin多过于Binance的BNB的这个货币那我们说到价钱的话呢我个人感觉啊差不多在这一两年之内不是今年就是明年啊Binance的话呢它一个货币的话呢应该能涨到400美金左右啊这是是我个人的一个预估然后呢UniCoin的话呢我个人能觉得它现在它现在已经涨得非常快了最近啊但是呢我不建议大家最近进 因为我个人觉得短期的话呢它可能会有回调因为它冲的太快了啊冲的太快了一般这个时候的都会有一种回调最好的这个投资方法呢还是Dollar Cost Averaging啊就是逢低买入或者是一直持续的买入同样等等量的这个现金我个人觉得在未来一两年的话呢UniCoin的话呢会涨到250美金一个啊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个预估那如果你们对这两个货币呢现在持有的话呢或者是有兴趣的话呢或者你对你们自己有自己的预估呢欢迎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啊我想知道啊 你们的想法和你们的预估在未来一两年这两个货币大概能遇到到达一个什么样的价钱那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我给你提供了比较有用的资讯你感觉到受益的话呢在下面麻烦点一个赞好吧把下面赞点赞啊如果对我投资有兴趣的朋友呢在下面有一个投资带我飞团可以在描述栏里面点击投资带我飞团我会在里面分享啊我个人的持仓增仓减仓的这个实时更新如果你没有兴趣的话了解一下其实很多小伙伴问我啊在哪里去 买这些币啊很多人不知道因为很多人都是小白很多人都是新手也同样啊在我视频下方的描述栏里面我把所有的我个人用过的这个交易所的连接我都放在下面了你们可以根据自己所在的不同地区啊进行自由选择都是可以的还没有订阅我的朋友呢在下面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另一个小铃铛所以你下次不会再错过我任何的直播和下一次发布影片的时间那欢迎大家给我留言啊如果你们有想听我讲其他的任何货币或者是你对其他的币有任何看法在下面留言 我会观看你们每个人的留言还没有follow我Instagram的这个小伙伴呢可能在可以在下面follow一下我的Instagram啊Instagram我会在上面实时每天都会更新一些新的资讯啊这个一些资讯呢基本上是在YouTube上面是看不到的有Instagram的小伙伴呢可能可以follow我的Instagram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了拜拜